第四大天王之星 Hi 大家好 我是飛蛇木的石棋森Uni 相信大家對這一週推出的新角色赫爾皮亞 相對比較陌生一點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他的故事背景 讓大家對他有比較多的了解 赫爾皮亞他最初登場是在洛克人ZERO系列當中 他和之前推出的妖將雷薇雅丹一樣 都是複製艾克斯底下的四大天王之一 四天王都是用艾克斯的DNA制作而成 對艾克斯有的絕對忠誠的他 保護人類就是他心中最大的信念 而他非常擅長操縱氣候 他能夠飛翔在空中 揮動雙箭發射出箭氣 也可以在衝刺之後發射出衝擊波來攻擊對手 他的進攻方式非常的靈活多元 在原作當中不是一個非常好對付的對手 撇除掉遊戲原作正反兩派的設定 他其實就是一個非常仁慈的大好人 追不到女朋友那種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座新武器 列准奴槍的設計出處 大家有猜到嗎 這把武器是截取了流星洛克人中 大地圖鷹的設計而來的 這把武器截取了大地圖鷹頭部的圖騰以及鷹眼 再配置上翅膀與尾部的造型 相信有玩過流星洛克人2的玩家 應該一眼就認出來了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